哈喽大家好我是阿诚 今天在家想和大家做个小小的实验 之前有粉丝留言私信给我 说可以用强词来辨别202 304 毕竟我们去买馆买东西的时候 不可能带这个手磨机去吧 带个手磨机人家也不给你磨啊 今天我就拿到了这个强词 看到没有 就是这样的小小的几颗东西 它的磁力又比普通的磁铁 应该又强十几倍左右 现在我们开始测试吧 现在我们拿几个不同牌子的304来测试 这三个弯头就代表了三个牌子的304 然后这个管的话呢 也是几个不同的牌子的 可以保证的话呢 它都是304的 还有这个汉斯上次我已经测试了 都是304的 202的话就是这边的这里是202的 刚才四个 这个螺丝 这个螺丝 打的刚硬是304 其实它是202的 现在我们开始来测试 我们一个一个来试一下这个墙吃 不行 没有吃 一样 一样 所以 reop free 不停 不停 整个 什么 一个 105 2 205 曲5 этой 205 22 205 206 206 209 Resident 刚才我们可以看到几个牌子的304的都是不带池的 刚才三个弯头是三种牌子的 然后那几种管又有几个牌子 可以说六七个牌子了304的基本上都是不带池的 那我们现在看看202怎么样啊 对你看这个202的就带池了 网友说的还是有点道理的 我真的是 我很强的磁力 这个也是202 老规矩我们拿个手模机来试一下 我还是相信火花 人家收破烂的收废旧的 也是这样做的 有朋友应该想到要测测家里的厨具啊还有碗纳之类的了 可以随便测了 如果是那种识别药水的话就不行 测了就废了 那手模机也不能磨 有了这个小小磁铁就方便多了 现在我们去测一下 现在来看看这两个热水壶吧 标的都是304的 那我们看一下它是不带池的 这个看一下 这里外面遮不了里面了 它也是不带池的这个 看看这个碗 这两个碗我就不知道是不是304了 这是老婆上班的 药店送酒汁糖 这两个是带池的 谢谢大家 二零二的找到的比较少 下次我会找多几个二零二的牌子 看看是不是用墙池可以抑郁 好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了 感谢大家收看喜欢的 感谢观众 拜拜